一大早都接到我奶一电话 让我开车赶紧跟这儿除去一趟 这老太太一天到晚还挺忙 我过去瞅去吧 我奶的鸡窝又弄开了 难道不是黄狼又来了 可不能又孔雀丢了 奶的鸡窝又露大窟窿了 是您弄的还是黄狼刀的 不是 那大窟窿是我那个 弄开了 让这个去去味 这到春天前了 去压抵有的时候 我怕那里头有味都开化了 您把我打了啥事啊 那个没事了 要不我今儿走去吧 我想的事给你打电话让你过来 我有一姐妹那个找我 给他闺女找一组 我今儿都不想去了 就让个大伙来写 我这是发愁呢 我这个人家那个有钱的过年 都没 我这个人老了 又没工资又没奖金的 这人家要是炒我了 我要不给人家那孩子钱吧 我又啊过不去 我要是给人家钱吧 那个我还没有 我给你那钱呢 你给我那钱 我都花了 这么钱这个 孩子多 那你说 这么钱又不干我一小时的 给几毛钱都行 这么钱上最少的这孩子也得给无时啊 那你说这孩子多 那一千块钱还搂花 这人老了都分多 其大姑八大姨的 谁都瞅我了 那你要是一扎不给 不合适 过年竟给孩子压岁钱 都得三千块钱 对于这个农村老太太吧 都可以了 要是人家有钱的吧 都不算是 这钱是没少花是吧 又一年生活费没了 这过年真是啊 好过的年 难过的春呢 咱钱都花光了 这一春还得难 没事啊 回来我去卖兔子啊 咱多卖点 还有事吗 没事我走了 没事了 等明天再说吧 甭发愁了 我没钱我那给一点花不都得了吗 没事 多乱点兔子吧 这回咱色兔子卖两千啊 哈哈哈哈 卖八千块乐意呢 这一过年呢 对这农村的老大老大妈来说 确实压力大 大家伙这个春节 花出了多少我压岁钱呀 今天和大风哥去参加同学聚会去 是我们那班长组织的 我们有十年未见了 一会我们俩看看去 走吧 这是多少人 好几十人呢 可以啊 弯挺大呀 到这饭店门口了 我们俩折腾进去 看看老师来了吗 就让老师来了 把老师灌桌底去 我也报报仇 过去拿小棍子可没少炫过呀 咱俩把老师喝桌底了 不 那我肯定给喝桌底了 我喝班 喝匹的轮边敬他 哈哈 那甭闲着 哈哈 抽了 哈哈哈 我们俩这都上去 我俩没吃饭都出来了 太不会办事了 太过分了 让厨家跟你们说吧 这同学聚会参加不了 真是太过分了 也太亲人了 我一进门啊 咱们那班长 都说我 你个臭口大棚的 身上脏兮兮的 也不换身医生 这是你来的地方吗 我当时我都火了 这要不是法律师叫我 说啊 给他几把老子 我大伙说一下子啊 都问那班长 是可以 家庭条件也可以 这二年人也在市里边 搞点小工程啥的 一年是能挣点钱 那你挣多少钱 跟我有啥关系 一大帮人啊 得有三四十号人 这哪是通学聚会呀 纯属是他纯牛逼大会 帮我俩气的啊 扭条都走了 贵贱都不吃了饭 我哪吃煎饼果子 就不吃咱的饭 要不然这通学聚会 没法参加 而且啊 还挺事儿 进门得先喝三杯酒 喝完三杯酒 再跟他谈 大家伙你感觉 这通学聚会 有啥意思 这参加的呀 现在这通学聚会啊 哪像通学聚会啊 春拍这攀比大会 看谁牛呗 对 根本都没有说什么感情不感情啊 这纯属都是 特别特别的现实 哪有感情啊 这通学聚会不参加也罢 你说这一个同学上这参加聚会了 甭管是穷也好富也好 这过去的老班长说这话 大伙说气人吧 还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我俩不吃那饭了 家早 对 谢谢观看